爱达摩都号历经八年科研公关 五年设计建造终于在新年的第一天正式开启商业首行 三千多名宾客共同见证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中国人乘坐自己的大型邮轮出海旅行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据悉 爱达摩都号的首航线路为七天六晚的国际邮轮航线 从上海无松口国际邮轮港出发 途经韩国几州 日本长崎和福岗并于1月7日返回上海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首舟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长323.6米 宽37.2米 最大高度72.2米 总吨位为13.55万吨 全船共有20层甲板 房舱2125间 可载客5246位 被称为是海上漂浮的城市 爱达摩都号的诞生也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 有能力建造大型邮轮的国家 1月1日早上7点半 无松口国际邮轮港已是一片如火如荼的繁忙景象 上海海关所属宝山海关通关大厅内 旅客排队依次进入旅检通道 在海关官员引导下有序完成出境通关手续 通过玻璃廊桥登上邮轮 开启首航之旅 安检现场游客叶女士向记者说道 这是我第一次选择邮轮出行 之所以选择邮轮游 很大原因就是想深度体验一下 爱达摩都号这个国之重器带来的魅力 虽然今天人很多 但是通关非常便捷 非常期待这场海上之旅 记者了解到 为了保障爱达摩都号顺利开启商业首航 该站还提前谋划部署 制定一船一测专项勤务保障方案 据保山海关旅检一科科长 顾立前介绍 自2023年5月 邮轮复航以来 便采用了智能测温炸机 人脸识别 电子追踪等新设备 新技术 申报检核 一码通关 测温放行一次完成 旅客档案一键追溯 保山海关共对3023名旅客和1242名船员完成出入境人员 及其行李物品的监督工作 平均每位旅客通关时长不超过10秒 在爱达摩都号上海首航的宾客休息室内 80多岁的朝全英阿婆坐在宽大舒适的沙发上 精神奕奕地讲述着自己和爱达摩都号的缘分 以前就在网上看到过消息 这是我们国产的第一艘大邮轮 但这次首航的消息是我儿子看到 帮我在11月份报名的 朝阿婆表示 儿子在外工作比较忙 这次不能陪同前来 正好侄女退休 所以两人结成伴 这次在船上也住同一间 朝阿婆估值是通过旅行社报名的 她对旅行社的服务也十分满意 他们知道我是老人 非常贴心 还安排专人帮我连上WiFi 过去朝阿婆也出过国 比如此次行程中还有的日本 但是却从没坐过邮轮 初次邮轮之旅就献给了首艘国产大型邮轮 这让她感觉意义非凡 为什么过去没有坐过其他国家的邮轮呢 面对记者的提问 朝阿婆自豪地表示 我是中国人 当然喜欢自家的邮轮 随后朝阿婆感慨道 因为太过兴奋 她昨晚没有睡好 又担心路上堵车 所以一早七点就出发了 索性一路顺风 我们老年人能够坐上国产的大邮轮 是赶上了好时候 要珍惜 同样 冯燕新一家比朝阿婆来得更早 上午九点 冯女士成为了爱达摩都号 首位登船客人 上船之前 她也向众多媒体介绍了自己的故事 在2014年 还在欧洲旅行的冯女士 曾坐过欧洲的邮轮 当时感觉很不错 却遗憾还没有国产的大邮轮 回国后 她选择落户上海宝山 2018年 她听说了国内首艘邮轮即将开建的消息 感觉十分欣喜 并和家人约定 等这艘邮轮造好 一定要来体验 2019年 她的宝宝出生了 今天 她与丈夫带着四岁的宝宝 前来参加爱达摩都号的首行 并幸运成为了首位登船的客人 这将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 将来我也会向周边的朋友和家人 推荐爱达摩都号 让他们一起来体验我们国产的大邮轮 首行当天 春秋导游徐延 带着首行游客登上爱达摩都号 和他们同行的 还有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宏 他自费购票上船 开启和闺蜜的新年第一游 周卫宏表示 我做了快30年的导游 还从来没有乘过我们国家自己造的邮轮 这次一定要体验一下 据悉 除现有的东北亚航线外 爱达摩都号还将部署 中国至东南亚国家的邮轮航线 并适时推出海上丝绸之路的邮轮航线 其实除了爱达摩都号外 爱达邮轮旗下还拥有另一艘邮轮 地中海号 其全长292米 总吨位8.6万吨 拥有1057间豪华客房和套房 可容纳2680名乘客 去年9月30日 地中海号已开始运营 以天津为母港的国际邮轮航线 爱达邮轮旗下的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 也于2022年8月在外高桥造船开工建造 该邮轮计划于明年4月 下午搭载总装 船舶工业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 回望历史 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我们把时间回到100多年前 中国为了造出属于自己的第一艘机动轮船 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 为了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 发起了一场十一长计以自强的改良运动 1861年 两江总督曾国藩 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厂 安庆内军泄索 经过漫长的五年 终于造出了真正可以航行的蒸汽机轮船 取名黄湖号 黄湖轮船的诞生是中国造船业的重要里程碑 它承载了中国人的梦想与期望 曾继泽为该船提写的黄湖二字 寓意着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和对强大国力的象征 这不仅是一艘船的命名 更是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寄托 然而国外势力 尤其是美国和被美国殖民的韩国 一直对中国高端造船业的发展进行限制和打压 技术出口限制和高附加值船舶核心技术的封锁 无时无刻不再制约着中国造船业的进步 但这些挑战并没有击垮中国人的意志 反而更加坚定了我们自立自强 突破技术封锁的决心 如今中国工业水平的迅速发展 正在助力中国造船业实现突围 凭借着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数字化手段的应用 中国造船业已经从进口实现出口 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的伟大跨越 尤其是中国船舶集团江南造船集团 正在建造一艘目前全球仓容最大的 一型液化气体船 总长230米 它们今年会交付十多艘这样的船型 其中这艘船搭载的双燃料主机能耗表现出色 还极大降低了整体排放 堪称是一艘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绿色船舶 十年磨一剑 江南造船研发团队从零开始 坚持自主研发 不断突破核心技术和工艺 终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如今江南造船的液化气船 无论是设计还是建造的工艺已经十分成熟 基本上实现15个月左右就可以完成一艘船的建造 目前江南造船不同型号的液化气船订单 已经排到了2027年 同时中国船舶集团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建造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日内瓦号也迎来了命名交付 这艘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不仅较合同期提前5个月命名交付 还创下了总体建造周期17.5个月等一系列新记录 眼下沪东中华船厂已在大型LNG船领域累计手持订单42艘 交付期已安排至2028年 与此同时2023年江南造船 杨子江船业 和招商工业等多家中国造船厂 相继开工生产大型LNG运输船 一个大型LNG运输船的产业集群正在形成 除了液化气运输船 国产大型邮轮也实现了零的突破 2024年1月1日 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开启商业首行 这是目前全球最复杂的单体机电产品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统计信息部主任郑一鸣表示 邮轮是我们船舶工业的最后一块拼图 直观反映了中国造船行业的变化 高技术船舶和高价值船舶的占比也在不断扩大 邮轮建造完成之后 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可以完全覆盖世界上所有的船舶和海上平台 截至到目前中国造船产量全球领先 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40% 行业全年收入超过5000亿元 产品逐步覆盖市场上全部船行 中国正从造船大国向世界造船强国迈进 真正做到了从追赶到引领全球的壮丽历程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